新竹一間主題樂園的空中腳踏車 在昨天發生了故障意外 有遊客騎到一半 被卡在了半空當中 動彈不得 最後是由工作人員 架售的長梯協助脫困 還好沒有人受傷 而助援畫面現在曝光 過程相當驚險 女子戰戰兢兢的伸出了腳 又縮回去 因為玩空中腳踏車 卻卡在半空中 朋友玩笑歸玩笑 但其實也很緊張 女子小心翼翼 一步一步的踏下長梯 工作人員也不敢鬆懈 精神扶著梯子 也要安撫情緒 眾人怎麼都沒想到 玩個空中腳踏車 踩到了一半 卻再也無法往前 受困在三四公尺的高度 還是會擔心 會遇到就是可能不好的事 就也沒辦法 這種 但我覺得這種設施 它相對來說也安全一點 意外發生在新竹某間知名遊樂園 時間是端午連假前一天 影片破網後引發關注 為何故障 原方沒有多加說明 直低調回應 第一時間隨即協助遊客安全離開 而設施也已經恢復正常 未來會再加強設施監視 這回雖然沒人受傷 但卡在半空中一度動彈不得 這驚魂恐怕也難以讓人忘懷 解新竹 綜合報導 台中一名駕駛行進路口時 跟執行的機車發生了碰撞 騎士整個人彈起來 重摔在引擎蓋上 另外在新北市的汐止區 有駕駛酒駕 迴轉的時候 撞倒停在路旁的七部機車 還有社區花台 整輛車是當場翻覆 居大聲嗓 嚇壞附近的居民 轎車來到路口 準備左轉與執行騎士 應聲撞上 碰到喉大一聲 兩車相撞騎士 整個人彈起 雙腳朝天 摔在引擎蓋上 再重重落地 騎士嚇壞了 趕緊起身 而轎車駕駛也立刻下車 噪音觸碰為自小客車 行駛自有號至路口 轉換車位讓執行車先行 事發在台中豐原 圓環南路與中心路口 疑似轎車搶快 在左轉位優先禮讓執行的機車 才會與騎士發生碰撞 所清騎士只有輕微傷勢 而在新北市汐止區 也發生驚手車禍 凌晨時一到刺眼的車頭燈 急速閃過 一輛白色小吉普車迴轉失控 先撞到一排機車 再撞上社區柱子 整輛車側翻 巨大的聲響嚇壞居民 就聽到喊大蹦一聲 然後我們就看到 就是一台車撞 然後就翻車 應該是他的伙伴吧 然後就逃逸 逃走了 然後就剩下一個人在這邊等 這樣子 那個要一起爬出來了 柱子被撞凹 還有被撞的七步機車 也毀損嚴重 重視車子卡在社區門口 住戶要通過 實在頭痛 就從這邊進來 也不算打紅 就換在這邊 從那邊過氣的 不能 這邊不能出入 駕駛場下大貨 從窗戶爬出來 滿身酒氣 警方到場實施酒測 發現酒測值高達0.89 他表示自己是台東人來到細紙工作 住在附近的旅店 8號凌晨4點 他在附近的酒吧小酌玩 開車回旅店 途中恍生發現開過頭要迴轉 卻不小心自撞路旁停放的機車 全案依公共危險罪移送偵辦 喝得爛醉如泥 不要命酒駕上路 現在也要面臨賠償責任 記者 正好報導 新竹市香山區發生了火警意外 一間位在鹽坪路的金屬加工廠 在下午擊破燃燒 現場冒出大量的濃煙 消防出貨爆立刻前往搶救 還好沒有人員受困傷亡 而初步估計 燃燒面積大約有500平方公尺 還在碰 夭壽 哎呀 爆 一直爆耶 一爆 黑鷹窜天 大片濃煙 籠罩高空 放眼望去 黑茫茫 不時還會發出 噼里啪啦聲響 嚇壞父親民眾 圍起來了啦 圍了啦 這一定要圍啊 他圍起來 爆破霧 還一直爆 橘色火光吞噬鐵皮屋 爆炸聲響不斷 路過的民眾能躲多遠一舟的火園 有啦 裡面有人 裡面有人 消防車來了 鐵皮工廠陷入一片湖海 濃煙大道 視線不佳 方圓及百里 還能看見天空出現黑龍卷 消防車火速道場 8號下午四點多 新竹市香山區鹽屏二路 移住工廠發生三起火警 人秀面積約500平方公尺 因為是金屬加工廠 鐵皮屋結構 火車迅速竄起 躲起來 看躲起來 快的東西都噴出來喔 工廠內部燒的焦黑 鎖性現場無人受困 也將釐清其過原因 介紹最好報道 高雄左營區的一棟大樓 日前外牆磁磚剝落 砸中了招牌還有修旅車 但其實早在去年的時候 這棟大樓就發生類似的情況 儘管大樓管委會承諾會賠償 但警方仍然依法受理報案 並要求管委會要做好 房屋外牆自主檢查 晴朗好天氣 但大樓外牆磁磚忽然剝落 碰的一聲先砸中招牌 接著外牆磁磚掉落在下方停放的修旅車 修旅車擋風玻璃受損 外牆磁磚也散落 而被詢問掉落原因 附近住戶不知情 不知道他那麼快下了 事發在7號下午 高雄左營區復國路 當時大樓外牆磁磚脫落 不偏不倚砸中招牌 跟下方休旅車 但其實早在去年 類似情形就曾發生 當時也是磁磚撥落 砸中下方停放的機車 畫面顯像還生 儘管大樓管委會 願意負起賠償責任 但警方仍介入處理 通知車主到場查看 依法受理報案 而另外的苗栗 則有招牌吊不慎釀貨 倒掉 大型招牌吊到一半 竟重疾放置在車上的招牌 苗栗中山路這間藥房 日前進行改裝工程 由於戶外大型看板也要更換 這才發生意外 儘管業者事後 重新把招牌吊掛上車 並排除現場 但仍吃上最高2400元的罰單 便宜形式 導致長將近10公尺 重達數百公斤的廣告招牌 倒落路面 好的用途人早有警覺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接著總報導 比特勢的地方 主要有警告 決定 建議 努力 出現 努力 全民 召喚 努力 努力 提升 努力